近日,福建福州一脉郭盔大叔的老伴生病 大学生和民众自发排队数百米购买郭盔支持 这一温暖故事引起广泛关注 10月23日,记者来到福州大学城实地走访 郭盔叔叔的摊位位于福州大学城学府南路的福建理工大学盘 名叫浙江郭盔 连日来,有关郭盔叔叔的话题突然走红 这背后也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原来,几天前,福建理工大学的一位学生 发现自己此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郭盔店 只有郭盔叔叔一个人,不见其老伴 一问才知,郭盔叔叔的老伴生病了 每月治疗要花费一万多元 叔叔只能更努力干活,扛起重任 10月18日晚,该学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后 迅速引起关注 下午2点半,浙江郭盔的摊位前 众多的学生和民众有序的排气队 队伍绵延百余米 由于郭盔是现做现卖,等待时间长 不少人自己带着椅子来排队 他们表示,此举不是为了打卡网红美食 而是想帮助汤主夫妇共渡难关 这几天不仅仅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还有社会上的各个人士 然后还有周边其他大学的学生也都有来排队 看到叔叔一家的遭遇 大家就是都想来排队 然后帮帮叔叔 很有同理心,就是很温暖 觉得挺感动的 就是看到这么多人一起来排队 我觉得很温暖 然后我自己也挺想来帮助的 目前,郭盔叔叔的儿子胡佳明也来到汤位上帮忙 记者看到,汤位上摆放着网友们送来的漫画等创意美术作品 给他们加油打气 如果我妈妈不去医院的话 我们一般一点多钟就过来 然后去医院的话大概两点多钟就这样开始做 今天准备做多少 准备我们都是八九百个,一千百个 比以前多了三四倍吧 大家对我们真的太及时了,太关心了 我是中午一下课,就是十二点出头我就走过来了 然后一直等到现在已经五点十多分了 等了差不多五个小时 大家都差不多一点多两点钟 一直排到现在要排了很长很长的队伍 就是心里感觉很暖吧 就是挺感动的 其实感觉大家都是一群非常有爱心的人 夜幕降临,小汤前仍排这场队 郭辉叔叔父子俩也加紧忙碌 他们坚持加量不加价 面对民众的捐款提议 父子俩也都婉拒 采访的最后 郭辉叔叔告诉记者 他对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表示感谢 更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消费 他表示 这个摊子会保留在这里 将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他们的赛举是非常感谢的 因为我希望同学们也是理性一点 后面慢慢地冷静下来 再以后把这些赛举 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大家 这个摊子我希望是这样保留在这里 以这里为赛举 让这个爱心慢慢地传递下去